原先現在這個法例的規限限制 是不是很多年了?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想這個是二、三十年前定下來的一些規例 其實現在的限制下 其實小朋友就算嬰兒那麼小 都能進入桌球室 只不過是到晚上八點鐘 十六歲以下的人就全部要離開了 而且穿校服的也不可以進入桌球室 所以現在很多打桌球的人可能是很年輕的 十二、三歲 他們限制了八點後就要離開了 這個對我們推動這個運動是一個很大的局限 所以你都贊成今次這個修例嗎? 我們絕對贊成 但其實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覺得其實他基本上是任何的限制都不需要 因為他現在如果這個修例獲得通過 他只不過是限制了八歲以下的小朋友 就他們十一點後就一定要離開了 那基本上你八歲或以上的都還可以打到晚一點的 但是很老實說 香港我也都不覺得會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說會十一、二點半夜三間都還去打桌球 就算有的可能是很個別的例子 不會形成到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要用一條法例去規管一些這麼少數的 比較年幼的孩子 說他們十一時就一定要回家 不可以打桌球 那我覺得其實是有些沒有這樣的需要 那你就對我們去打桌球 那你說你的事情 那你去打桌球 那你可能不會去打桌球 那你連他的眼睛 那你怎麼會去打桌球 那我走了 那你把它打桌球 那你晚 voy